清顺治朝的后宫,是蒙古女人的天下,高威的妃子,全是来自蒙古的贵女。 在董厄氏入宫之前,顺治皇帝因不满母后孝庄太后为她挑选的蒙古女人,宁愿皇子出自卑微的庶妃们。 董厄氏最初是一位满洲军人的妻子,在入宫觐见的时候,被顺治帝看上,董厄氏的丈夫为此羞愤自杀。 随后,十八岁的董厄氏,被顺治帝高调接进宫,直接封为贤妃。 两个月后,尽封为皇贵妃。 顺治帝为董厄氏策妃班照大赦天下,这是清朝唯一一次因策立皇贵妃而大赦天下。 顺治帝不同寻常的宠爱,给了董厄氏特殊礼遇,也招政了后宫高位蒙古贵女的嫉恨,更让同样来自蒙古的孝庄皇太后心生不满。 就在董厄氏生下皇嗣子后,搬到南院行宫居住的孝庄生病,指定要还没有满月的董厄氏级。 董厄氏在寒冬腊月里,一不解代,亲力亲为,好似婢女般侍奉婆母。 据青史考记载,孝庄在南院养病的日子里,宫人说,孝庄面色红准,而厄氏四病人,回宫后不久,董厄氏生了皇嗣子腰折了。 太后的搓膜加上丧子之痛,使董厄氏遭受了从心里到身体上的重重大击,从此是身心憔悴,疾病缠身。 董厄氏丧子之后不久,顺治帝的皇后生病,董厄氏又带病去服侍皇后,五天五夜不眠不休,依旧亲力亲为不假手于人,直到皇后痊愈。 就在董厄氏病逝的那一年春天,永少宫的克飞时是生病,皇贵妃董厄氏带病服侍这位比自己地位低的妃子,像服侍皇后一样。 聪明的董厄氏,身至自己的处境有多凶险,但是,他不能要求顺治帝什么,只能要求自己行事谨慎谦功。 他对皇太后、皇后,甚至是低等的庶妃,都是毕恭毕敬,不敢行岔岔错半步。 董厄氏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,还得抢言欢笑,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,去全力侍奉婆母孝庄,皇后和一众后宫妃嫔, 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付出换取他们的理解,改善自己在后宫的生存环境。 最终,被病体缠绵三年之久的董厄飞,在1660年9月23日,香肖欲允于成前宫,年仅22岁。 此后追封为皇后,侍号为孝县端,进皇后不复帝氏,是中国最后一位独立侍号的皇后。